为了让家长们了解到儿童事故伤害及发展筛检 儿童早聊的相关知识 吉吉卫生所就配合吉吉正公所邀请三位曲走唱团 来到加入广场进行宣导活动 我们今天配合吉吉正公所的灯回活动 然后办理了一场跟中正大学的卢教授带领了走唱团的团队 办理了一场宣导活动 用走唱的方式 然后就做一些儿童发展的一个宣导活动 然后在现场我们也有办了一个传观活动 甚至少QR Code 然后能让民众可以更了解重视我们孩子的一个发展的健康 对于我们这种家长来讲 对早期療育的活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当然就是相对的很有趣 然后也比较容易了解儿童事故跟早期療育发展的一些 就是一些服务 婚理长也指出若有相关的需求或者疑问 都可以寻求卫生所来协助 尤其孩子在三岁前是黄金治疗期 若有相关的症状或者是发展迟患 卫生所都会协助家长寻求相关的资源 其实孩子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说当您觉得你的孩子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比较慢的时候 比如说勾音方面或者是运动方面 就是跑明明这个阶段孩子别人都会爬了会走了 但是你的好像觉得你的小孩好像这方面比较慢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寻求办法卫生所的资源 可以到卫生所来 那我们会透过会现场帮您做一个筛检 那当我们发现说孩子真的比较慢的时候 我们就会转接到医院去做一个联合评估 那其实我们会很重视这一块 因为三岁以前是黄金治疗期 因为黄春林相当肯定卫生所的用心 也呼吁家长们若有相关的需求 都可以请卫生所来帮忙 为让家长们了解儿童事故伤害以及发展筛检 儿童早聊相关的知识 积极卫生所及积极公所邀请知名的三位曲走唱团 到积极假日广场来进行宣讨活动 除了透过音乐来炒热西方外 更加在过程中由卫生所与家长对话 宣导相关知识 并呼吁有需求的民众 可以签来吸取卫生所协助 县长除了透过音乐来炒热气氛以外 更在过程中与家长对谈 宣导相关知识 卫生所也强调若有需求的民众 都可以来卫生所询问 记者邱平易及其采放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